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一个晚上他遭逢巨变 所以那天他没有来 我后来在棚内 在碰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一年半之后的事了 想必大家对他应该蛮有印象 因为那一次他很坚毅的神情 让我印象深刻 而最近我很开心 其实他的新生活的重心 又找回来了 他又重新开始照顾孩子 然后还有做珠宝设计 今天也带来他的作品 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待会一起来看一看 就先来介绍我们的 超强大鉴定团 大千年金品执行长 秦司令 秦老板 大家好 珠宝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老师 先生好 寻宝练习生高智部长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黎月宜 月盈杰 嗨 月盈杰好 大家好 来 我们往前站 你看 结果一段时间没见过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 我就会看到你更开心 因为他现在开始眼睛会小了 我们下次见证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点 是 还是有心事 那时候还没走出来 今天我一看就像我的人生导师 马上 眼睛都有光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就是那个感觉 因为虽然你有口罩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你最近心情的转变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最近 最近就过得蛮充实的 怎么说 我小孩也通通都上大学了 都步入轨道 是 对 然后我自己也找到自己的事业的重心 对 对嘛 我跟你讲 因为每次月盈杰带来的东西 我们都是让我们会 眼睛为之一亮的好东西 对 可是他今天带来的是 他早期的设计 比较多年以前的设计 还有他近期的设计 甚至还有小孩帮忙设计 对 今天你看看我们 我说真的 你看我们这辆车 我都想要 每一件我都想要看 廖老师怎么样 精彩 这个位置就 就把它通到就好 它东西又那么多 然后都是设计款 你这是来踢馆的 还是要来那个酒店 不是 不是 你这是说明白 他的人生新方向 就取代你的位置 对啊 儿子都带来了 酒顺了也可以设计了 对啊 你看妈妈的影响 有多大这一家 我觉得你应该带儿子来 我这边拜师 真的 真的 对 可奏之才嘛 要来拜师 对 拜师学艺 所以大儿子小儿子都喜欢 都喜欢 对 女儿喜不喜欢 女儿喜欢 所以很喜欢钻石 国一跟大学都爱钻石 你看这受妈妈的影响有多深 所以他们应该有在看大学保驾吧 有 有 中十关中 中十关 这样就对了 从小训练 是 对不对 这些功力就从小训练 我知道我们今天带第一件 我说为什么说我今天 每一件我都很想讲 因为你看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 哇 不得了 那个水头每一件都在放光 这第一件对你来讲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是因为是 当时在怀我们家老五的时候 还在怀孕的时候没什么事情 然后去跟朋友一起去买了一堆裸石 然后 因为我想自己设计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 我开始不想买那些自私的 就是书老店已经做好的那种的 我想自己设计自己的东西 然后就设计了这两个 当时就买了一堆红的一堆绿的 然后我就 画了图给师傅做 是 所以这个算是第一次的初体验 而且你看它们有一点相同 有点雷同之处 但又不太一样 这个它会让我们有个感觉 就是虽然颜色不一样 对 可是设计出来的东西 让人觉得说 各有不一样的那种美 对 而且你买了这两手石头 我就觉得都不错 因为它颜色很接近 是不是 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拼抽出来的 我有挑过 有挑过 那时候那一批 设计得非常好 那一批很漂亮的石头 你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它就那时候这样子合起来 三十几万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有挑起来 我觉得OK的去香 有超过一半以上吗 那一批 这里有 可能 没有到一半 不到一半是不是 另一我给你请教 是 你在设计的时候 有会像廖老师这样拿纸来画吗 要... 螺丝要摆上去 那你应该也会把尺寸列出来 对不对 要 差不多大小都要刚刚好 对 因为我看廖老师他从来不列尺寸 他留一手啊 这样客户才会去他店里问说 那天画的你觉得这个尺寸 大概做多大多小 留一手 我觉得它是各概念 因为我看廖老师 我都是用手来量尺寸的 对 就跟做旗袍一样 也有这种特定服务就对了 到店才有这种服务 要这个样子啊 牵到手你才会知道那个温度 是... 你要知道他的手软 还是手硬 骨头硬不硬 摸骨 跟摸骨大师一样啦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说 这个人的品味到哪边 这样你知道吗 绝对不是纸上做文章 设计不是纸上做文章 所以这样做起来 加香蚣 寒供带料 是 这样子两件有多少钱 那时候差不多 我自己抓了 大概 20上下 20上下 当然自己的这个设计心意 就是无价了 对不对 我看都好喜欢 是 我比较特别喜欢的是这一支 这个绿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 虽然它的那个个头比较小 可是它是从 上面切下来的 对 所以说 它品质是很好的 只是它比较小而已 那这个红匪的话 我觉得这还普通 是因为颜色吗 对 颜色跟透度 对吧 相当不错 就是相当不错 所以你当初买的时候 你有仔细看过吗 关于红匪的部分 就是会拿放大镜一个一个看过 然后颜色要相近的 才可以挑起来做设计 那你知道红匪的有的时候 它会要加温烧一下 有 我特地特地特地有请那个老师看过 我说如果这个不同批 它是不同批的 是 当然 然后 我会去鉴定 是有烧还是无烧 对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珠宝商 他们进来以后 因为颜色参差不齐 是 所以他们会烧一下 让它烧匀 对 那这样的话也算是一种优化 是 对 所以 那我们就来判定一下 这两套项链 价值多少钱 所以玥瑩姐 刚刚你说加起来是20左右 20左右 那红匪跟绿色个别的价格是多少 就是粗估抓一下 红的大概8万上下 绿的大概12万上下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是一起评估还是分开见 我们一起好不好 一起 好 好 请见价 16万元 为什么小小了紧 关于翠玉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有12 13万 那差不多 红匪没有那么高的价格 红匪没有 对 其实翡翠 还是以绿色为主 这个大家要谨记 就是说 如果有其他的颜色 那个就是锦上添花 但是价格并没有紧上添花 是 你看这几年翡翠一直在往下走 对 因为大陆市场 大陆市场就 不是在涨了吗 不是 大陆市场一直往下 所以价格往下掉 可是 好的这个翠绿色的翡翠 价格没有跌 但是白翡就跌很多了 是 白翡跌很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色素的部分 这个是天然的 这个是因为在翡翠的 它原来是白翡 经过了铁离子渗入以后 然后它就会变成红色的 所以红匪的话 如果是非常红 当然价格还是 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价格 应该还是中等的 中等的 所以你以后再买 白翡 红匪 对 这个紫罗兰 你才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 在我们都会买 因为有设计的人 你有创意的人 就会有很多的想法 是 你就会想要化腐朽为神奇 想啊 对不对 是 死的都要讲成活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设计款里面 我们希望的是 我这一整包的碎料 碎料 我要如何让它变成是 秋风扫过去的时候 那个落叶掉下来 它那一种猙獰的样子 你都能够把那个化活了 你必须要让这个样子 好像那个树叶在空中飘下来 它是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 那像你这一个红匪的部分 那有点死了 有点死了 如果今天呢 我们同样的这一个物件 同样的这个物件 你化龙点睛 化腐朽为神奇 加了一只鸟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活起来了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 有很多的配件 既然我们要把这些配件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物件的时候 你加一点活的 是 比如说上面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了一个瓢虫 有生命的 对 有生命的 人家就觉得你这个活起来了 对不对 第二个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在第二个设计的时候 同样的这些物件 因为都是大小的形质都一样 然后同一个颜色或者不同颜色 这个时候呢 因为红色的很重的颜色 绿色的也是很重的颜色 你要怎么跳呢 我们的翡翠多士 就是蛋面 那它的折光永远都同一种折光的方式 那你要让它跳起来的时候 活起来的时候 你加什么呢 彩色宝石 什么样的彩色宝石 很便宜的 它是 干液家族有很多种颜色 在彩色宝石里面 它的颜色是最多的 是 你把钢玉加上去 这也是活的 因为它就是一只蜻蜓嘛 你把它变活了 比如说你现在要把 红翡跟那个绿色的翡翠 组合在一起 这边可以是红翡 这边可以是绿色的 然后把所有的钢玉 都点缀在上面 大大小小颗 因为你不会只有买这种东西 你一定连钢玉 可能一整包的大小的都有啦 太多了 你就把它放在上面就对了 对 组合起来 那你的设计就OK了 我跟妳講 他为了要保住他的位置 他今天做很多努力 他画了两张 真的 你看看这个 翡翠干面戒 哇 你看看 不要这样拿来 好蓬喔 怎么样 要这样 漂亮 掉下来准备 还有 第一組跟台湾买家 约在火车代表 你刚刚说九本是 落本是九十万吗 你首先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是东西对不对 第二个 风险是 人对不对 买到那个不对的 我觉得 你要卖到 好蓬喔 怎麼樣 要這樣 漂亮 掉下來怎麼辦 還有 真的耶 我現在突然背脊都流汗了 真的 來看看 很風很大 很華麗 而且外面兩圈算了 都很漂亮 對 來 這個多久的舞劍了 這個 五六年前而已 對 我知道它是機緣之下得到的 對不對 買了一個裸實 然後就叫那個師傅箱兩圈 我就想說豪華嘛 是 我就喜歡 所以就做成這樣 那你當初發現這顆石頭的時候 應該是 第一時間忙下手吧 光看它的顏色 因為 好的顏色 真的不好找 是 要勻的也很難找 夠大夠膨很少 對 因為它真的好大 所以戴起來真的是屬於是 華麗款 我個子又快 所以一定要大 要大... 這個 說到你的個子 你剛剛跟我講說 你現在是我的車友對不對 是啊 騎重機嘛 你現在騎什麼車 我現在是騎那個800cc的 是... 改天一塊好嗎 當然好啊 抬上一線 抬上一線 是... 我都穿靠跟鞋 真的 因為你騎高跟鞋 穿靠跟鞋騎啊 對 不得了這個辣媽 五寶媽 但是你看他對自己的興趣跟喜愛 他還是有自己的生活 這很重要 都飆到150 160 所以他現在變成我的 看到心裡落背的是你的嗎 沒有 身材那麼好 沒有 有可能喔 真的是我的心靈導師 真的 走得很前面 而且這個那麼漂亮 我知道單價也不便宜對不對 這個直接坐下來 連下帶量 38萬左右 這顆可以講說 他的個頭形狀 我覺得都很優了 已經算很優了 尤其他這個大小 就是剛剛好適合戴在手上 太大就誇張 是不是 那唯一的雞蛋挑骨頭 就可能就是顏色稍微 稍微差一點 就是不到位的意思 所以 但是這個 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們來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 來 請見價 五十萬元 小孩子要賺錢 你看看 非常漂亮 是... 我非常喜歡 這個 冰若種 冰若種 非常漂亮 是 這個戴起來也很漂亮 對 下一個物件我也很有壓力 你知道嗎 你看看 這個種水真的不得了 而且 這是標準冰種的 冰種 冰種的手鎖 幾年前買的 我拿得很有壓力 我想要趕快傳過去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無瑕 對 很美 高檔貨都是差不多 先生還在的時候 五六年前買的 對 入手價要多少 這個我真的是第一次買 買這麼高檔的 怎麼說 我領了 九本的現金 就是 去跟台灣的賣家 在台北火車站 麵膠 麵膠 所以你是網路上買的 第一次 對 是那種 跟人家一起 標...起標價 去喊的還是 我私訊問價 是 這個高檔價它不標 它是私訊問價 我們談好價錢 在台北火車站麵膠 我是跟她說 指定要兩個證書 要中國章跟賴泰安的 是 因為我會怕 她都有付嗎 有 她有去幫我跑 然後我自己事後 再拿去台中去請老師 再看過 因為太高單價了 你知道嗎 是... 對 第一次跟台灣買家 約在火車站買的 你剛剛說九本是 落費是九十萬嗎 對 好 九十萬 近百萬的桌子 表示你真的很愛 這就提到現金就 坐高鐵過去了 而且你都台北車站 人來人往耶 你看 真的耶 膽子太大了 你首先有兩個風險 第一個風險是 東西對不對 第二個風險是 是 對不對 萬一對不對 人家射圈套 沒有想那麼多耶 不是啦 想說對方也是女生 所以你今天來我們節目就對了 是... 因為你是買家對不對 對 受他家 對 所以你要 對不對 而且這麼高單價 比如說我臨時指定什麼地點 我知道你在陽梅對不對 好 我說陽梅火車站旁邊 停車 停車三十分鐘間 那他就不會... 他正當人... 他就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第二有可能是東西不對 吊包 你一定要吊包 我跟你講吊包是小事情 你買到假貨 你買到... 買到那個不對的 我覺得這個還就是小事 才去人安樂 你要賣到贓物嗎 是 贓物 法院跑不完吶 有耶... 對不對 法官現在問你 請問你跟誰買的 你交代不出來 交代不出來 對不對 那人家是被搶的 那是你搶的嗎 那你說不是 那到底是誰搶的 麻煩了 麻煩 所以買東西千萬千萬記得 我跟你講 你可以在網路買 你交貨的時候 一定是你指定 對不對 指定一個 你認為人滿多的地方 是 第一 不會安全 第二 叫他帶證件來 還要先看過他的證件 那當然了 知道他是誰這樣子 現在在網路上 很多人他不用他本名 你知道嗎 他是用Hello Kitty 畫名 那有些人說 你跟誰買的 我跟Hello Kitty買的 這不是個笑話嗎 對 要保護自己 有沒有 要保護自己 而且這個桌子這麼貴 九十萬 對不對 OK 好啊 這真的 那我想你既然有了 這一次探險的經驗 我們也評斷一下 你這個探險經驗 到底是值不值 是 好不好 買九十萬嘛 冒著這個危險 他說有證書 後來有打折兩萬 八十八 我講說你都來了 你來給了 看我們節目的人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認清一件事 請老闆一再的提出來 就是 對 為什麼 你現在有賴老師的證書 還是有張老師的證書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證書 跟這個是一樣的呢 我都覺得 人性本善 應該不會吧 人性本善 就是我們這三個人 OK 好好 來 測驗很幸福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錢好不好 來 請見價 小心喔 我打對折的護衫 好驚訝喔 好驚訝喔 打對折的 好驚訝 真的 怎麼會這樣 買東西喔 我就說 太誇張了 買東西你一定要跟他保持一個 對不對 是 我認識你 我知道你是誰 你住哪裡 對不對 然後我們彼此有感情 因為以後我們還要繼續做生意 是 不要好像偵探一樣 偷偷摸摸的 對 搞什麼國家機密 天啊 這個不是國家機密嘛 天啊 對不對 來 我們來講一下 問題在哪裡 你來看看 來 你看看 對啊 差一倍 真的很生氣 你看 這邊有一條裂紋 裂紋喔 裂紋 怎麼會這樣 所以當初其實你也有發現 他說是天然的紋 絕對不是裂紋 對 他說是天然的 還找得到這個人嗎 還找得到這個賣家嗎 是找得到啦 還可以 錢要不不來 貨氣出手 絕對不太用 他就會說 搞不好 這是你這幾年造成的 對不對 這不是我 我們在買賣的時候 賣方一定是 掌握了內含物的時候 他講那個是最好的狀況 就是他只是綿 是 但是你真實的要挑剔的地方 必須要這樣講 對 就是這兩道 有沒有 看到沒有 對 他一直解釋是綿 這很明顯 那個燈一照 我有質疑過 可是他是說 你看清楚 你看 摳也摳不到 是滑的 就是綿 所以 苑瑩姐就相信他了 綿 棉花的棉嗎 是 你知道棉喔 棉有沒有線條 棉是一坨一坨的 也有 一絲一絲的啊 跟圓卷一樣 那什麼叫做紋 就是我們像那個羽毛 羽毛那個有 一定有一個根本的地方 長出羽毛來 這個就是裂紋 所以在鑽石學上面的話 它有一個叫 羽裂紋 我知道 羽裂紋有沒有裂到外面來 沒有 沒有 對 它是在裡面的 在裡面的 那個就叫 羽裂紋 叫Filler 那長在這裡面的話 一樣叫做裂紋 好不好 哇 兩位專家都幫我們建的 這個 很明顯的是兩條 很危險的 很危險 什麼樣危險 就稍微一不注意 你的力道剛好在這個上面的話 碰在哪上 它就 那叫不能帶囉 危險了 不是不能帶 就是要小心 所以它就跟價格的關係 壓力好大 對 就會再差 你買一個手鐲 如果它完全沒有這種瑕疵的話 我認為 九十萬一百萬都不能買 就是發現了我們這湯中 幫你找到 吹貓求疵 找到的這個 就好像吹貓求疵 實事求是 因為一般我們真的很難看到 或者是可能就像它 就像被呼嚨過去了 對啊 錢就掏出來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 證書沒寫 對 沒有寫 證書上沒寫 所以這可能就像您講的 它拿了另外一支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翠玉的證書上 就不會寫這個 你知道嗎 所以說 盡信書不如如書 就這個意思 你就算GIS鑽石的這個證書 有些東西它也沒寫 不會寫在裡頭嘛 對 什麼原因呢 很簡單 你知道嗎 它如果寫得太多 那人家都沒飯吃了 也是啊 是不是 買賣市場就是小了 再來 看看這個 你看這個蛋麵 它本來不是一套的耶 它不是疼一個爸媽生 這個種水 就是 油情 不是現在很夯的 藍水蛋嗎 買家 就會講一些 你聽不懂的東西 叫 神仙樹 你看這個蛋麵 而且據說厲害在哪裡 你知道嗎 它本來不是一套的耶 不是一套的 它不是同一個爸媽生的 可是看起來長得這樣雙胞胎 對啊 來... 這兩個應該是同一顆石頭吧 對啊 結果居然說不是耶 怨音姐您說說看 一個是在台北 跟朋友買的 哪一個是 這一個蛋麵 對 這個買了五十幾萬 對 結果 隔了一年半吧 我的娘家在高雄市 我又過去娘家那邊 對 跟朋友 就跟弟妹吃飯 然後就逛到這家珠寶店 你看這個怎麼跟我那個 好像喔 一個南台灣 一個北台灣 都能讓他碰到 而且隔了一年半 是... 然後我就說 老闆我改天帶我那一顆下來配 如果是配成功的話 我就跟你買 對 結果還真的好像 是 我就跟老闆買了 你看看 這機率很小 而且你看你印象多深 你那麼多件 但是你就記得說 對 這個跟我家那一件一樣 對 我很喜歡他 我覺得是 流浪江湖的兄妹 是 又重逢了 對 不同老闆喔 不同地方喔 對啊 可是問題是 源頭是一樣的 源頭 是 而且... 那個物件拿過來一點 好 跟我那個手機上面的顏色 有沒有一樣 手機 手機這樣比較難 比較難看到對不對 蛋麵跟... 上面這一塊呢 手機上面的這一塊 在2014年的 蘇富比拍賣會裡面 拍到了 一千五百萬 人民幣 人民幣 這個叫什麼種呢 這個叫做 龍膽石斑 有沒有聽過 魚啊 魚嗎 這個叫龍食種 龍食種 但是因為在龍食種裡面 很難以看到 非常的少 因為它不會有結晶紋 這種... 這種種地裡面沒有結晶紋 而且它還帶貓眼現象 它也是翡翠 它是翡翠 但是這種龍食種 它的量非常少 因為這個呢 這個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姓固的 這一戶人家 就掌握了全中國的 這一個原始 所以它在做買賣 就做得很大 後來就被抓 因為它壟斷市場 然後就是反正國家 就是覺得說 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那個 它就是被 對 後來就 共同富裕 就抓去關 十年後回來 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它有埋了幾個東西 它趕快跑回家去看 挖起來 還好那個玉琢子還在 其中它就賣掉了 再重新再起來 對 它是富甲一方 那它有一對琢子 就是這一種龍食種 那不要這樣 這個玉琢子它還留著 但是它另外有幾個 有三件 對 它去跟人家換了那個誰 蔣中正的一個 貂皮大衣 貂皮大衣 它就留下來 那這個人現在已經退休了 這個人還在八十幾歲 還住在豚充 講中正的貂皮大衣 裡面有一張 一千萬美金的支票嗎 對啊 這麼喜歡 你看看 而且我知道 玉琢姐 其實當初你說 先找到項鍊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才找到 這一個戒指的單面 然後而且這個價格 也是有落差的對不對 差很多 差很多 你不要看長得一樣 差很多 玉琢 你這個是什麼種的 什麼種種 我不知道是什麼種 龍板石半 龍板石半 對 對 可是我在南部高雄買到 我跟他談談談 你看 真的 差很多 大小算差一點點 怎麼這麼差 你這個種水 就是標準的 是 油青 蛤 油青 不是現在很夯的 藍水蛋嗎 藍水 藍水是油青分出來的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 買家 就會講一些你聽不懂的東西 叫 像剛才廖老師講的 就叫神仙術語 你說龍板石半 對 你沒聽過對不對 沒聽過 他就跟你講 當然你沒有聽過 全世界 全世界就這 龍勒八 龍的勒骨 對 他就會講說 全世界就這一個 所以你沒有聽過 稀少 一樣 藍水也是一樣 然後它裡面 它帶點藍對不對 其實它是油青 然後他跟你講說 這不是油青喔 這是藍水喔 起鋼的藍水蛋耶 稀少 我聽到這裡很害怕 真的 我跟你講 很簡單 有玻璃 有冰 有膜 對 對不對 有這個 它都不在這裡頭耶 你看 對 豆種的嘛 有油青 有乾青 有沒有那個藍水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對 沒聽過 發明這個名詞 就是想要多讓你掏點錢 商業名詞 糟了 剛才我在說 我們這個 翠玉的時候我就講了 尤其講紅匪的時候 什麼叫鎮 震就是綠色啦 是... 你懂嗎 什麼叫羊 看起來就像你這樣子 最起碼要這樣 羊 對不對 冷啊 差遠了 不同的色機 對不對 你看看 全冷了 所以我建議你 你今天來就來對了 你做翠玉 你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有一個戒指 要比這個還漂亮的 叫雨色石 戴在手上 是 不管什麼燈光 對 那你只要戴著 你這樣一筆 就完你這樣一筆 你就知道戴在手上 是 好不好 有力被混淆喔 糟糕 這個藍水淡 好 沒關係 這是藍水淡麵 其實就是油青啦 他們這樣講了就開始擔心了 對啊 兩個好嗎 兩個好 兩個七十八耶 好 來 是 請見價 不思問 好 我成功了 好 好 不到對折 但是心很痛 完蛋 可是我們幫你揭開這個謎題 就是沒有藍水淡 是啊 這是油青 現在網路好嗨 因為我常常看一些資料 我就發現有很多聰明的人 不斷地在發明新的名詞 因為我都看不懂 有一種叫做 翡翠藍寶 你聽過嗎 翡翠藍寶 翡翠藍寶 你聽過嗎 有 但是翡翠還是藍寶 他也是翡翠 也是翡翠啊 我跟你講 發明的名詞非常的多 然後在拍賣會裡面 坐駕的人也很多 記得這件事情 是 一切都是假的 沒有啦 什麼一切都是假的 這我們這裡 這電影是有真的啦 那是真的 對 那一切都是假的 對啦 不過就是會買貴啦 被騙了喔 明目很多 來 再來看這個 我知道這個就是 你的心血結晶 對不對 是 今年的 它好漂亮 這個圓的 是 白費 它那種雪花飄 好美喔 你知道現在不能出國看雪了嗎 光看這個就得到滿足 就是自己的設計 你看看 好會安慰人喔 翡翠我第四天 連在講說雪花飄好可愛 真的啊 女生都很浪漫耶 這都很浪漫啊 平常都高低位喔 這個有棉絮 剛剛就講棉絮嘛 有棉絮就標準 就是心坑啦 就是心坑啦 對 但是我覺得透度很好 有沒有發現透度很好 還有帶一抹綠喔 這邊有一抹綠 還是不錯的啦 那這是一個濁心 還是一個濁心 對 覺得是相當好 滿漂亮 然後這個都不要刻 什麼都不要刻 我覺得是很好 對 很肅靜 對 所以這是你當初的構想就是 你是先買了這一塊是不是 對 是裸石 對 對 那個時候要買多少錢 那時候不會貴 大概七八萬而已 大概七八萬 對 不貴 不貴 但是你自己的心意就想說 我想要再去幫他做一點點綴 對 因為我覺得它是雪嘛 應該是冬天的嘛 那冬天是不是到了春天 就會發芽了 長綠啊 對 樹葉就發芽了 有綠... 我就想說給點綴一點 那個綠色的 對 好像樹枝發芽這樣子啊 那冬天到了啊 心境轉變 很符合你心境轉變 我覺得很尷尬啊 但是在秦老闆看起來就是 不夠乾淨 我們說得浪漫 對他來講 你不夠透 不夠乾淨 不是 玻璃就是沒差乾淨 不是 液晉黏嗎 不是液晉黏嗎 好多年沒擦了 這個很透啦 這個很透 不錯了啦 而且他說價格也還可以耶 對... 當初買在裸石 價格可以 但是自己的心意 是 設計完這樣要多少錢 連那個綠色 連那個差不多 十二上下 等於又加了四萬上去 其實這個設計我很欣賞 這樣子 這整個搭配也非常好 是 反正可能要那個 要老師來看 要老師 因為我跟我們所說 來我們節目的話 大概十至八九都是 我還沒有去給老師鑑定 是我剛新收回來的 對 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怕是B 你知道嗎 等一下宣布答案的時候 真的要在你 其實這個設計我很欣賞 這樣子 這整個搭配也非常好 是 可是這個可能要... 要那個... 要老師來看 老師 想得很好 創意很佳 是 技術不到位 還好不是我做的啦 對 他就說金工師傅 設計是好的 好險喔 但是你設計的人呢 你責任心不夠 怎麼了... 在金工師傅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你一定要參與 譬如說 這個物件 我們看這個樹枝 這枯木逢春 這個有老樹枝的感覺 但老樹枝一定要怎樣呢 一定要猙獰 什麼叫猙獰呢 它要跨到這個上面來 對 跨到上面來 就是說往前走去包覆 你要由手來承接 你這邊的樹枝都會往前走的 為什麼這根老樹不往前走 你要跨到這一個... 這個什麼... 雪景喔 雪景 對... 雪花片片 雪花片片 好 跨到上面來 這個物件就變活了 第二個 你這一個雪花怎麼樣呢 它是有紋路的 你到底是要 要上下叫做雪花 橫向的叫做 雲飄 好 你是斜45度角 我懂它怎麼擺 你這個是斜45度角 這個雲捲是斜45度角 我覺得是 對不對 你如果說 好 你說你這一塊買多少錢 八萬 八萬塊錢 人家這個人 這一塊才買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 風雨夜歸人 賣了八百萬人民幣 它真的有雪花飄 是 真的有雪花飄 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是雕刻 你這個是沒有雕刻 但是沒有雕刻呢 你看看喔 你這上面有什麼東西呢 有老樹 枯藤老樹昏鴨 小橋流水人家 你必須讓雲非常 雲淡風輕的感覺 是飄過我們這一個 山林之間 山谷之間 所以你這個雲捲 應該是要平行的 平行的飄在什麼地方呢 你這邊有一個梁亭對不對 是 我剛剛有講說樹枝往上走 然後這邊有一個梁亭 你要讓這個梁亭 有點是小條流水人家 雲是要飄下面或者飄上面 那個意境不一樣 因為你這個梁亭一定有人 所以你如果住得比較高的話 雲是在下面 你讓梁 這邊做一個雲捲 這樣的話掌握重點之後 你這個物件就漂亮了 就漂亮了 那你這邊有點綠綠色的 綠色的要怎麼樣呢 今天梁老師你真的很用力耶 很認真耶 人家就來挑戰了 你為什麼不接受呢 對不對 是... 每一頁都要搞 沒有在怕的啦 對不對 同樣的我花比較少的錢 把你這個枯藤 這個樹枝我把它做在上面 我把這個雲當作是一個圓月 是一個月亮 然後這邊有一個彎月 我這個用黑馬腦來磨就好了 黑馬腦 膨的 膨的黑馬腦 那這樣的話你是平的 那它有膨的 這整個就變是什麼 有三股 有高 有低 那我這個物件呢 我就看到說好 那我就有那個老樹 然後兩隻小鳥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是想到什麼東西呢 月如溝 是... 藍堂禮藝 它寫了一個月如溝 無顏獨上西樓 寂寞無同 深怨 所清秋 簡不斷禮還亂 是禮愁 那... 別視一番滋味在心頭 有聽過嗎 對不對 但是呢 別視滋味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把它改了 竟視雙七雙數在滋頭 所以在上頭對不對 沒關係 我跟你講 廖老師 我這裡有很公正的裁判 因為今天 月瑩姐帶了兩個孩子來 你知道 人家 專程放暑假跟媽媽來 我問一下 你們覺得媽媽設計比較好 還是廖老師 覺得媽媽設計好 請舉手 兒子...很會做人耶 兒子是投... 不好意思 他只是慢一點而已 你很勉強喔 對... 他還是投給媽媽的設計 Good job... 我本來要生你的徒弟了 你現在去舉手舉一半 我就不好意思啦 難得來 你看看 媽媽設計你們都很喜歡嗎 媽媽喜歡這些東西 你們也喜歡嗎 媽媽開心最重要對不對 忽悟忽存 來 我還有一個簡單的設計 讓它變得更... 看到的時候 夏天 炎炎夏日 讓它看得很清涼對不對 是 它還要拉票 它還要拉票 這什麼 企鵝 我幫你把重心的封起來 很簡單的企鵝 你看 就這個樣子 對不對 然後這個頭就是 太陽光曬黑了 有沒有 把黑了 曬白了 曬黃了 可愛... 企鵝不是做蛋麵嗎 不是爆蛋麵嗎 不一定要W 這邊有雲捲啊 是透空的喔 所以到底價值多少 我們來見價一下 來 請見價 那差不多... 來 這是我還滿欣賞的 是 它這個看起來很潑潑 沒錯 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 而且這一塊 這一塊看起來 棉絮稍微多一點 可是它是 這很漂亮 來 再來 今天的最後一件 我們看一看 無敵手鐲 真的 因為顏色真的太漂亮了 像這種手鐲來我們節目 大概十至八九都是 因為太漂亮很危險 對 因為美獵手鐲越危險 是不是 是 聽到這也很害怕 因為這個顏色那麼美 對 來 月盈姐在哪裡發現的 有收藏家最近找我 是喔 對 所以有人要換現金會想要找他 因為他知道 月盈姐喜歡漂亮的東西 現在他們都叫我翡翠魔人 他們知道 翡翠到你眼前 你就會眼睛發亮了 對 我是那種 好講話了 喜歡就不顧一切那種的 結果咧 可是他拿了很多戒指 項鍊的 然後拿了整盤給我看 是 我就說 我喜歡 你手上的 這樣嗎 他沒有拿這個給你看 是戴在他手上的 是不是 他戴了他很多很多年 對 對 然後我跟他說 你這一盤我都不喜歡 因為我自己就一堆了 對 我說如果你要換現 這個 這個 這個的話就可以 但是我還沒有去給老師鑑定 是我剛新收回來的 對 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他是B你知道嗎 是 那我不就判斷錯誤死在那裡了 所以 等一下宣布答案的時候 真的要佔你了 千萬要佔我了 真的 所以你後來也都還沒有拿去 做任何的鑑定 真的是 對 剛剛才付完現金的 然後就剛好上節目 我付多少錢 對 你付多少錢現金 三十九萬現金 三十九萬 三十九萬啊 因為買一部日本重機 可是他說他當時買 九十幾萬耶 他說 你看看 因為人家很容易他說 我說九十我是沒有那個錢 我現在很窮 像如果這個是真的 就可以賣給靜宜 靜宜 買給我 剛好十八位 靜宜他這樣存錢就是 準備就是要有一支 要買一支漂亮的 最美的 最漂亮的 這一支已經很成頭了 我們節目上看到這麼多 這個真的是 很漂亮 真的不錯 很棒 雖然不是滿綠 滿綠的話 我看你就 碰五百萬了 是啦 我也買不起 我不該買滿綠 好多假的 但是這支我說真的 月瑩姐她今天帶來 燙燙燙 剛給人家幫人家 燙燙金 她還沒有去鑑定過 就是她絕最害怕 那為什麼還沒有鑑定過 她也沒有付鑑定書給你 你卻從她手上拔下來 願意掏三十九萬 那我講一個經驗 秦老闆 秦老闆在這個行業裡面 四十多年 我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的客戶拿了我的錢以後 就揚藏而去 揚藏而去 你看那個背影 就知道是揚藏而去 很得意 不是得意 她一轉身以後就 就走了 那天那個人的背影 不知道會不會也是這樣 這個她才知道 我沒有看到啊 是不是也是開心的 腳步很輕盈的走了 是不是 不然她跟你說她買九十萬 她怎麼會賣你三十九萬 一流月都不見了 一流月就不見了 糟糕 揚藏而去 跟秦老闆看到的人是一樣的 你這樣講我最常害怕 這麼漂亮 你看這麼遠都還對我們放光的 這麼漂亮的物件 慘了今天的漸進通通 沒有通通... 其實都是很不錯 你這裡面的通通都是真的 沒有也都是假的 但就是你買貴 就他很容易聽信別人的話 網路直播也好 我跟你講 到我們節目再來兩次的話 好不好 設計首席的位置 我們來 停過一下 來 相位鑑定過的時候說 要站穩一點喔 好啊 來 請建架 八十萬元 配了一倍 這把前面剛虧的配回來了 配回來一半了 很漂亮的折子 很漂亮的折子 又願意 回回是逼貨 很嚇死了 對啊 因為剛剛要講了嘛 越漂亮越危險 所以他好像相信自己的眼睛耶 他說這他自己眼睛 我賭自己的眼睛 我跟你講 我一直講一件事情 叫做厚德宅福 他你看看 看起來好像大啦啦的 但是真的有福氣 沒有一樣東西是假的 是 對不對 小孩都幫你開心 你看看 你們家老師 只是 他的眼光有點傲慢 你知道嗎 他認為說天下沒有壞人啦 對... 他就太相信人心 對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喔 今天帶孩子都來了 小孩很開心 因為待會兒 難得來台北要逛街 來 剛剛就看這個手鐲 今天好好逛 難得啦 陪媽媽來 多開心啦 對不對 來錄影最開心 我們就很希望婉儀姐 因為太多東西 你看他今天身上的也都還有 真的是講不完 我們下次再來 尤其是小朋友放假的時候 我們就帶著他們一起上來 好不好 昨天來上節目的時候 這一個在廁所還敲到 然後我臉好像在 媽媽 那個很貴耶 我說完了... 你看... 這個我們也還來不及欠仗 你看 多可惡 你看看好不好 所以怨音姐說的東西 廁所壞掉了 要換新的啦 廁所改新的 沒關係 我們要搬新家了嘛 對不對 我們在這個新生活 一切都很成功 順利 下次再帶更多寶物來跟我們分享 也謝謝今天兩位小朋友 一起來 謝謝 怨音姐 謝謝 祝妳幸福喔 謝謝 謝謝